这个矿车笑笑乐还是有意思呀 骏僵尸都扛不住这个伤害 点击勾吻 金卡 杨光笑150 通过点击电击勾吻获得准薪 在点击场内任意一格 电击勾吻会发射雷针 持续对碰到的电线和落点3x3范围内的僵尸造成伤害 雷针如果连接到其他勾吻上 则会强化其伤害 二阶 攻击间隔减少0.25 伤害倍增上限增加1倍 三阶 攻击间隔减少0.25 伤害倍增上限增加2倍 四阶 种植时有高概率释放大招 五阶 电线的终点可以 以其他电系植物为目标时 会根据当前电线的强度 增强目标植物的攻击力 看看这输出 恐怖如斯 一阶大招对全瓶僵尸造成1500点伤害 所以三次大招才能电掉巨人僵尸 而专门大招的伤害多50% 是2250 两次就干掉巨人了 通过去位竞赛 可以摆一条电极勾吻以及装扮 强化后的避雷针通过矿车 可以造成相当不俗的伤害 视频开头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原理是不是很像元气弹 引雷针不能被铲掉 相当位置不能放置第二根引雷针 电极勾吻的连线 可以攻击隐身的盗贼僵尸 通过竖根可以改变电流位置 只需要改变勾吻的位置即可 这个植物最绝的就是 五阶增强电系植物的功能 有六倍的伤害提升 咱们直观来看一下 这是庭院里的三足普攻 确实有点离谱 再来看看大招 对上庭院十阶的巨人 也仅仅需要两个大招即可 植物总结 要么不花钱 白嫖系统送的碎片和装扮 要么刻金提升至五阶 成为追击神器 万物皆可测评 我是小煞 我们下一期再见